大家好,我是苏磊医生 今天我在北京,请大家往好 上午有一位女士 她是一位老师,来自陈德 到这边专门来看诊 她的诉求是什么呢 我的肌脉曲张 是不是考虑手术治疗 那么检查的时候 发现腿部其实就是一点黄血丝了 不足以诊断的肌脉曲张 那她就说了 之前的当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 告诉她这个肌脉曲张 以后不要跑步了 你要经常的穿谈电话 在晚上的时候 要经常把腿太高去睡觉 那么似乎有道理 但是个道理并不适合这位女士 为什么呢 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 毛细血管扩张的话 这个不足以诊断为肌脉曲张的 那么做检查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的主干血管 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是一些红血丝 那么这个红血丝 它其实就是单纯的毛细血管扩张 那这个时候你去穿谈电话 去减少运动都不知道的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该锻炼的锻炼 该运动的运动 没什么大的影响的 那么谈电话到底穿不穿呢 其实对于谈电话这个事呢 在夏天天气特别热的时候 你穿起来实际上是非常不舒服的 那么我们往往是 如果你站得很久了 腿层不舒服的症状特别重了 那你穿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为了这一点红血丝 去天天的穿这个谈电话 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在一个晚上的毛细血管扩高的 其实没有必要 站立的时候是下肢静门压力比较过高 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脚呢 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所以也不会造成下肢的压力过高 因此呢 晚上还高腿去睡觉 必要性不大 想怎么睡就怎么睡 这位可以参照我之前的一些视频 更多信息 敬请关注公众号